蜜涵來了 蜜涵 蜜涵寫什麼 第一搜什麼 難道 它告訴我們 九月最關鍵站第一搜 美在拉回就是滿 今日 前面已經在 大調整 推達台報公布 怎麼走 iPhone16 成舊士族 小掌聲鼓勵 是他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FreeFree 嗚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古怪教授謝承諺 哎呀 九月最關鍵既然是第一週 會不會每個月其實關鍵都是第一週 但是九月最關鍵 說實在的 美在拉回就是買 哎呦今天MACI大調整 對 那回答財報公布以後要怎麼走 我們要注意 好 有沒有可能 iPhone16成為舊士族 下一檔翻背股就是他 其實我比較喜歡用 長背股啦 蛤為什麼 因為長背 對對動作要比對 長背 先來看一下 在介紹老師之前我們先 今天是牛肉麵 吃牛肉麵 但是我不 張 老張 老張啊 黃 是因為黃仁勳有去過嗎 嗯不是是他 網路評價算蠻不錯的 而且你看這個姓氏 你看這個姓氏 跟我們第一位來賓是不謀而合 所以呢吃這個牛肉麵肯定是也會翻倍 我猜的啦 這個現在一碗要多少錢 250 250 對 一碗要250 對 我記得我以前因為我很久沒有在外面用餐了 嗯 自從物價上漲以後我也吃不起 以前牛肉麵一碗大概120 120 130吧 對 所以這物價很可怕一口氣漲了一倍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把錢都存在股票裡面 所以我們今天股票如果漲一倍 就不怕牛肉麵漲一倍 對不對 對 對沒錯 下一檔翻倍股 掌倍股 我們今天先歡迎我們第一位大來賓 我們張怡晨分譯是Eason老師 Eason Eason老師 所有的粉絲都叫Eason 對 那Eason老師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這個真的很豐盛 你也吃了肉麵嗎 有麵 吃啊 吃啊 好吃啊 他喜歡吃牛肉 你怎麼知道 唉唷你特別點給他了喔 看起來你們曖昧關係還是沒有結束喔 跟這個老張有關係 幾下說我愛吃牛肉麵 對 那你要不要乾脆餵他吃牛肉麵 不用了 不用了 好好好 對今天來跟大家講這個9月份 第一週很關鍵 有多關鍵等一下跟你講 好 Eason老師你旁邊還有一盤那個是什麼 小菜啊 小菜是不是 對啊 我其實 通常我們吃麵都會配小菜 而且我發現其實真正利潤是在小菜 為什麼 因為他小菜點一點比麵貴好幾倍 所以很多人就是你點一碗麵然後你小菜點一點其實我有問過 他們說小菜其實更好賺 因為一點點可能就一盤就40塊 然後50啊60啊然後點一點又好幾百塊 哇那小菜有什麼 Eason老師你他那個小菜 黃瓜豆干 小黃瓜豆干 這個小黃瓜有很多用途你知道嗎 什麼敷臉 敷臉 啊沒有切的時候也可以拿來 就是當擺飾 好不肯喔 對對對我們這個節目 還是有水準的 是的 對來 然後 Eason老師的line Eason老師的line 這個選鼓冠軍喔 對沒錯 拍NG喔 什麼意思還在 持續進行中 太厲害了 我決定派Eason老師去參加 選鼓奧運 因為台灣沒有對手 台灣沒有對手 這個我跟他商量過了 好耶 對對對 那誰來舉辦 好誰就我啊 然後就只有他一個 還是奧運冠軍喔 好來接下來我們請這個玉華老師喔 來玉華老師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個還是要誇獎的叫福利社 這是我來過福利社有史以來最豐盛的餐 我看到玉華老師喔 我今天我可以很驕傲的跟他講 今天不是在吃包子了 對不是包子的 這個還是把好幾節預算 一次都用到這裡嗎 沒有 為什麼今天那麼豐盛 真的是因為褶子不在嗎 沒有因為翻倍了嘛 原來如此 吃吃看玉華老師你吃一下 口感怎麼樣 因為今天我們這個 整碗都是熱的 都是熱的 熱騰騰的 牛肉好吃 不錯 這叫好吃 好吃喔 我覺得他牛肉很嫩 你要不要吃一口 不行 為什麼 你為什麼不能吃啊 因為我們明天要做大腸鏡 為什麼 所以你明天要拉肚子就對了 今天晚上 所以你會 對好算了 不要破壞美女的形象 那小菜你覺得怎麼樣 做的多好吃 南瓜我不敢吃 其實這個小菜我也記得 有南瓜喔 其實不是南瓜 他不是南瓜嗎 他應該是粉蒸排骨 粉蒸排骨之類的 他下面有這個 地瓜 他應該是地瓜 地瓜我也不喜歡 不好意思 你不要有瓜的都不喜歡 幫我推薦這一道料理 但是這一道我應該不會嘗試 因為豬耳朵好吃 我很喜歡吃豬耳朵 黃瓜 我吃一個看看 豬耳朵好吃 黃瓜也可以吃 黃瓜就黃瓜味 黃瓜比起來都不黃瓜 就是黃瓜 就是外面你會吃到那個 你有介紹到嗎 這厲害 就是你外面 小吃店會吃到黃瓜 沒有什麼特別 那玉華老師今天要跟我們聊什麼 今天主要兩個主題 第一個就是蘋蓋骨 因為最近的蘋蓋骨還蠻強勢的 加上大家也知道 蘋果新機9月10號就要發表了 所以相關的蘋蓋骨 有哪一些商機可以做留意 跟各位做分享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今天是NMC 其他權重調整的日子 尾盤可能有一些很大幅度的變動 接下來要怎麼做操作 我有一些簡單的重點提醒各位 好的提醒大家 玉華老師的蠟椅在這邊 都可以加起來 我們歡迎第3位來賓 這個京廷老師 這個 老髒牛肉麵 其實我之前在永康街的時候 在粒水街我常常去吃 但後來我覺得 好像味道不對 然後老闆也換了 換老闆 他一開始我去吃我常去吃的時候 非常好吃 他的牛肉不是像現在這種 切片的 他是整塊牛腱心 很難咬 很軟 但這個也蠻軟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他的 那個味道 醬油味比較重一點點 然後還有中藥味 我覺得跟以前的味道不太一樣 坦白說後來我就比較少去吃了 所以你看這個我剛剛說 這不是南瓜 這是地瓜 因為我以前也是 就是教授講的嘛 對不對 小菜比較貴 所以我們去也是都會點小菜點了很多 然後他也都是下面有鋪一層地瓜上面放那個粉蒸肥腸 那今天你們叫的應該叫做粉蒸排骨吧我猜 對沒錯 厲害喔 所以我真的去過嘛 他後來那個老闆娘本來是一個很妖嬌的 結果呢 結果後來變成年輕的男生我就覺得 會不會是換人做頂出去了 所以我後來就很久沒去 老闆娘頂出去了 跟我一樣雞頂嘛 是 但是我覺得 苦怪真的非常厲害你看 光是麵 醬油麵醬也能吃那麼多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你真的餓了對不對 沒有我覺得小菜是這樣 你一定要跟 朋友去吃 然後你要一直跟 對方推薦說 一定要點他的小菜 然後等他點了以後你再跟他一起吃 對你就可以省錢 因為被處理 不用處理二 是他點的為什麼要吃錢 可以這樣子喔 所以我下次約雞頂老師 連分母都不用當了 我真謝謝你啊 真的謝謝你喔 好啦 那我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 蘋果是不是要發佈新機了 那其實蘋果發佈新機之前喔 非評陣營通常也會發表新機 那有一些非評陣營的股票 真的有機會噴出大漲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好 來那先看一下雞頂老師的Line 小老鼠GD1788 所有老師要加Line 非常的簡單 有什麼方式 手機拿值得點擊我們的標題 點標題是不是 沒錯 老師的Line連結全部通通都出現 全部都加起來 教授的也在裡面 我的也有是不是 有 太好啦 一定要點啦 我覺得通通加啦 通通加啦 通通加然後你就 可以享受這麼多 老師的關愛 不錯不錯 好來 那我們今天 進入下一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是 財經大頭條 請Eason老師 這個請Eason老師 這個Eason老師 我那天 跟他弄一個一樣的髮型 這個結果 後來被網友罵 為什麼 這個說 人就長得不一樣 為什麼他頭髮要弄一樣 不是吧 對不對 後來我就跟Eason老師說 你看你不要學我 原來是這樣 變這樣 那請Eason老師討論一下 第一個你覺得 9月 為什麼最關鍵是第1週 那如果是這樣 美債拉回 真的就可以買嗎 好 可能是開學的關係 跟這個回答 是不是 還有回答的財報 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 一直到現在 大家都還是想不透 對不對 我們請Eason老師 來幫我們解答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9月份第1週 其實就很多 重要的經濟數據要公佈 那也是台股9月份 新行情的開始 是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幾天 在8月底公佈的這個 經濟數據哪些很重要呢 上週出領失業金人數 原本是預期 23.2萬人 出來比預期要好 只有23.1萬人 代表說 領的變少 領失業金人變少 代表是 這個就位市場 還是蠻好的 所以昨天美股來講的話 就先止跌 道琼指數在創這個歷史新高 以及說相關的比如說成屋 還有這個GDP 第二季的GDP 原本公佈出來是 應該說原本預期是2.8 公佈出來是3 也代表什麼 這個經濟來講話目前是 這個是有這個底氣的 對還不敢說高成長 目前來講話 先把這個預期先把它 先把它超越 目前來講話其實 基本上9月份就開始降息了 是 就開始降息 如果這樣看起來其實 你 其實經濟穩定 那你通膨降溫 那就是降息了 對不對 所以通膨確定下來之後 其實就 重點數據就會放在經濟成長上面的 那 當然目前來講 很多散務投資者 都很關注這個 所謂的美債 對 美債到底能不能趁拉回的時候嗎 因為接下來降息了 債券價格有沒有機會走高 那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不過目前來講話美債跟 目前的全球股市都一樣 都是比較量縮 然後回檔回撤的狀態 對 那你可以 假設你是空手的 基本上你就可以去抓這個前面的低點 對不對前面來講話 曾經有 跟著這個震盪下來 但是有接近到這邊的一個相對低點的話 算是一個可以進場的機會 因為很多持有美 就是說持有美債的人 現在已經開始懷疑人生了 不是說降息會漲嗎 對啊 鮑爾都講那麼 清楚說要降息還是不漲 但是這個逸晨老師給大家一個信心 說不用太過擔心 就是你想去買美債的話 你就找這個拉回 進場的機會 那你想 持續去賺台股的錢的話 那當然就把 錢放在個股上面也是不錯的選擇 好我覺得是股債雙賺 對不對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 9月份為什麼 很重要 那第一個來講今天禮拜五 禮拜五其實就有一些經濟數據 準備要公佈了 可能就在 今天禮拜五 可能就在你看節目的時候 好 好7月份核心PC 8點半要公佈 對 今天禮拜五不是就要跳那個嗎 然後就開始16噸 好還好 沒事 這個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想要跳 現在是星期五 對 現在是星期五晚上 好沒事 好 核心PC 對8點半 那個教授就跟著跳 好 2.7% 那當然核心PC的重要性 已經慢慢變小了 因為目前物價指數 基本上都穩在二字頭 那當然比較重要 剛剛講的經濟數據 這個 芝加哥的PMI 這個要公佈 9點45分 那以及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什麼 消費者信心指數 這個是很重要 其實這個東西是不是因為如果大家有意願消費的話 其實對 整個經濟來講還是比較正面 對 所以這個消費者信心指數 有沒有 這個提高提振目前市場這個所謂的刺激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好 那為什麼下禮拜非常關鍵 好第一個禮拜一美股是修飾的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禮拜一美股是不開盤 那第二 禮拜二 下禮拜二 9月3號 這個所謂的ISM製造業PMI指數 這個就非常重要了 這個就五顆星等級的 五顆星 五顆星等級的 所以ISM的PMI製造業指數是比較重要的 那再來還有所謂的當然 下禮拜還是所謂的這個 美洲的這個出領失業金人數還是要去看一下 那當然下禮拜有更重要的就業數據就是 8月份 的失業率跟非農就業率 對這個 都很重要 所以接下來這些經濟數據直接影響到什麼 9月份到底要降級 好 那當然如果 如果說經濟穩定也能夠降息的話我想對 股市跟債市來講 剛才一神老師講都是利多 對不對 都是利多 好那當然看一下大盤 我覺得最近 很悶 你看這個反彈上來以後 現在每天的交易量都不大 不過今天交易量4,08 好像是量增 對 但是有1100億都是最後一盤 MSCI爆出來的 你說MSCI季度調整 對 權重調整 在這個8月份 2月5月8月跟11月都會有調整 所以今天這個量增看到4000億其實是一個 被動調整的結果 應該把這個 去除來講的話可能 今天台股成交量大概在3000億元附近 還是一個維持量縮的 還是量縮 那怎麼辦呢 我們接下來到底該怎麼看 好那我們回顧一下 因為今天剛好把這個 收這個8月份的 月限 月限 台股8月份算是 越挫越勇 這個8月份我們來看一下 反而收了一個多少 2600點 的一個下影線 對吧 那也是收漲的 對剛剛這個Call提到 收漲的 所以 台股經歷了這個所謂的 創單日跌點紀錄 超過1800點 但是 一樣是有韌性的 所以 收了一個2600點的下影線 我覺得 8月份至少 他把這邊洗乾淨了 洗乾淨 洗乾淨了 9月份要幹嘛 就能夠純粹去迎接這些利率 所以我覺得第1個剛剛提到這個所謂的蘋果 新機的 換機草利多 以及第2個 就我們剛剛討論的 所謂的降息 降息當然是股市最大利多 所以我覺得9月份 應該是可以樂觀去看待的 好那當然我也想說順便等一下請教一下兩位老師 也先問一下玉華老師你覺得說 就目前量說是不是一個危機 還是說其實不用太過擔心 基本上 重點還是要看下禮拜的那些相關的數據 因為上次來我有跟各位分享 其實這一波的沙盤就是往下 那天8月2號跌1000多點 8月5號史上最大跌等跟跌幅 那兩個其實最主要關鍵就是ISM的製造業指數 所公佈 然後加上飛龍就會數據 所以下禮拜 前半週我認為還是會亮縮 可能到禮拜五才會比較明顯的趨勢 所以這個時間點會延到下週 因為是禮拜五晚上公佈 會延到下週去 下週的那個量就很關鍵 如果公佈出來的數據不錯 如果大家發現沒有經濟衰退風險 基本上就會補量往上 這個量至少要過4000 今天不算 剛剛Eason老師也有講今天不算 今天是權重調整的關係 如果公佈出來的數據如果真的不好 爆量4000也往下 那時候短線上整體時間就會拉長 所以關鍵是 在於這個量是出現在什麼地方 這很關鍵 所以我先給各位建議 下週原則上還是量縮 量縮操作上就是 你的操作上要相對比較靈活一點點 可能網中小型股去佈局 然後一個簡單的操作口訣跟各位分享 買黑不買紅 因為現在盤勢如果有時候容易去追的話 很容易會受傷 以上給大家做參考 好 那基林老師你會出現在哪裡 不是 他剛才說量會出現在哪裡 會突然接過來 我覺得量縮根本就不重要 量不重要 不要太過注重去量 現在量縮只是說 沒什麼量 你發現現在大型股漲不太動 也不過就是大型股漲不太動 你去看一下貴買指數 貴買指數持續的向上 如果你再去看細看裡頭的類股族群的話 最近是不是有半導體展 半導體展之前你發現了 這一波其實漲的都是COAX 漲的都是CPU這些股票 你看一下比如說像COAX的股票 紅碩 有跌嗎 一直向上不斷的上漲 那你覺得紅碩 漲的不夠順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均華 均華我們從大概700塊 4500塊就一路跟大家分享到現在 1000塊了 你覺得這波段漲幅已經超過100% 你還覺得沒行情嗎 好你覺得這檔還不夠 沒關係最近還有一檔 他的媽媽 均華的媽媽叫做均豪 均豪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這短線的漲幅從股災完之後 我們不要說多遠 就從股災完開始上8月5號 這一波上漲超過50% 你還覺得沒行情嗎 所以我覺得不同時期有不同操作方法 現在量縮只是因為 很多人被8月5號那天台子級跌停了 怕什麼不敢進場 但是你看一下散戶不敢進場 是不是有人在進場買進 很多中石戶大戶慢慢都把資金轉移到中小型類股 所以現在就是操作中小型類股最好的時機 因為我覺得 全新的多頭正在啟動當中 我覺得 現在台股就是在 22000點之上震盪完之後 就會向上再創新高 不會再破底了 22000點就是地板價 你到底是要ending 對啊 很愛補數 好像是ending 我好了 你又講兩句 然後好像又ending 我說好了 你又補兩句 導播都跟你講 就是每一集都要有個 褶褶這種 對不對 身份 對啊 小色 真的是很奇怪 那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剛好想要講這個櫃買 櫃買我們看一下 一樣月線 櫃買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月怎麼樣 8月份櫃買不僅沒有跌 還漲4%以上 同樣用月線來看 漲4%以上 所以其實櫃買剛剛這個 有提到 其實表現不俗 而且我們之前跟他提到 這邊是10%下影線 然後上來漲4% 所以基本上櫃買還是一個 非常強勢一個多頭 所以 全止股 外資雖然沒有大動作 但是櫃買內資 中時戶大戶 基本上 還是在把這個行情拱上來 因為 接下來接近到 所謂的第四季 甚至11月12月份 上場機率是非常高的 我覺得這邊來講話到年底 都還是有很大的行情 好 那外資呢你怎麼看外資 因為我看外資最近 買賣的部分的動作變小了 對 外資來講這5天就賣超5天 那另外方面在這個期貨部分 其實是進空彈是增加的 對 那這需要擔心嗎 對我認為增加到 2500口 那增加到接近4萬口 我覺得這邊來講話是比較 有一些警戒的部分 但是至少是沒有突破到 4萬口 4萬5千口的這個8月初的一個高峰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講話 第一個我們剛剛提到 美股禮拜一要修市 可能有一些外資就會因為這個放假 先加一點點空彈進來 對把一些空彈進來 所以 這個禮拜我就看到有些增加 那我覺得可能禮拜一過後 台股如果 這個 沒什麼事情的話 可能就會縮回去 因為醫生老師過去在花旗跟巴克來 所以他 會了解這些動作 所以如果 禮拜一就縮回去了 那基本上應該就沒問題 對 你剛才有問題要問 我也縮回去了 沒有老師我要問 因為上一次那個 24,416點的時候 空彈的口數也是這麼多 所以如果空彈不要再持續增加的話 是不是台股就不怕跌下去了 對 所以就是不要超越那個警戒的標準 4萬口以上4萬3000口或者 來到4萬5000口 對啊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最高看到4萬5000口 那就是不要超過這個數字的話 可能目前都是合理的 好 那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皇上駕崩了 回答 回答就是皇上 黃仁勳 駕崩了嘛 股價不壞了 那 怎麼看呢 這個逸神老師你怎麼觀察這整個 好 我覺得這一次才報這個實在是 對 這個禮拜四的凌晨 回答在盤後公佈財報 那盤後的股價是先跌 那昨天美股的股價也是跌超過6% 好那他到底財報數字好不好 其實是非常好的 第二季營收公佈出來是300億美元 那原本預期是286億美元 所以 大於預期 然後呢 EPS 0.68元 也是大於預期 0.64 然後呢 第三季的採測 第三季的營收預估 320億美元 也是大於平均預期 317 但是這邊來講話華爾街 怎麼樣 用高標準去看待 高標準 對這個好學生全班第一名的 沒考滿分 沒考100分 就會怎麼 被這個 被懲罰了 其實我過去長期就是背負這種痛苦 看得出來 真的 大家都對我很低的標準 然後 我突然考好 他們很高興 對 所以這個高標是什麼 這個華爾街的高標竟然把第三季看到379 所以當然跟320來講話是差距很大 所以為什麼禮拜四的這個盤後股價是先跌 對 原因可能在這邊 那另外一個 一神老師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過去長期在外資 我比較好奇是 那外資為什麼要把標準 定那麼高 他不要定那麼高就沒問題了 我覺得是先看到說盤後股價的反應 再去找一些可能相關的理由 這個也有可能 是 對啊 因為其實華爾街在這份這個財報公佈之後反而 是用調高目標價的方式 調高目標價 來看多輝達 看多AI 所以我覺得外資並沒有 看壞 只不過市場是 先找一些理由 讓股價先回撤 對 那輝達也是公佈 他要 花這個500億美元去買庫藏股 也是對於這個目前的股價 有一些 緩衝跟支撐 好 那如果 這個 從這個 黃仁勳 因為他也有接受 記者的訪問 其實他也是有提到 整體第四季 其實是好的 對不對 他有承認說這個新的晶片 新的這個伺服器晶片 是有一些 這個設計上的困難 但他已經做好調整了 那接下來也不會再變動 對吧 所以他是有承認 所以我覺得 這個至少是先把這個利空 先做一個說明 正面去應對 但是他還是強調 這個目前 對於晶片的需求 對於伺服器晶片需求 還是超預期的 就算是他 目前的這個 現行的版本 Hopper 其實也是有什麼 遞延性的需求 那當然 明年來講或者說季底來講 Blackwell 新一代的晶片 那他 認為是一個非常 這個難以置信的成長 所以目前 還是對於AI來講的話是正面看待 正面觀點 那毛利的部分呢 會不會也是另外一個 因為你剛才講高標準 高標準 現在也有人在講毛利這件事情 對 那你怎麼看 毛利這個部分 所以上一季毛利公佈出來是75% 那是比預期78% 或者說上一季來講的話 是有微微往下縮的 但是 其實70幾%毛利率還是非常非常高 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輝達是非常賺錢的 一家公司 那全年預估毛利率也是維持到 7字頭 對不對 目前的預期是76% 其實基本上都是被高標準 所這個 受限他的股價的 的這個短期的空間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打擊信心的 到底是誰 反正是美超維 美超維 怎麼說 因為美超維來講的話 他最近 這三天 被這個所謂的做空機構 2-in機構 給這個盯上了 給狙擊了 那當然就是說 用這個所謂的 這個 美超維有這個所謂的 會計甲上遺運 來做這個攻擊 因為美超維其實過去是有這些歷史的 包含在2014年代 到2017年之間 2018年繳不出財報 被這個 納斯達克交易所下市 那直到2020年的1月份才重新上市 所以美超維被這一次被 拘擠啊 其實華爾街也算是 蠻熟悉的 因為他過去就有這種 繳不出財報的歷史 過去就有 過去就有 對啊 那我覺得 先不要說他到底有沒有做 我覺得看他股價就可以了 我們看一下 這個 SMCI 他曾經在高點多少 1400 最高的時候拉到最高 1229 1200 1200跌到什麼 最低點400塊不到 而且我還記得那時候129很多人還說你要不要跟輝達一樣來拆分有沒有 他後來確實拆分了 但是呢 一路下來 也就是說你想去參與拆分的全部都受傷 都掛 全部都受傷 你覺得會跟輝達一樣 拆分之後這個股價有利多往上漲 結果沒有 對不對 因為 這種高成長性的公司就會被很多人盯上 他又有這種會計假帳的歷史 所以最新的股價一度是跌到400塊不到 然後昨天收盤是有小反彈回來啦 你看最低跌到 396不到 所以 短短6個月竟然能夠蒸發 6成的市值 6成的股價 當然來講我覺得這邊就是比較悲觀啦 所以 你去投資每一股其實啊 有一些東西是比較不可控的 還是要注意 還是錢放在台股比較 比較可控 他不過我覺得這個應該還是他個人的問題 就好像說 很多人一直覺得 我的形象有問題 其實不是我的問題 是哲哲的問題 你看就知道了嘛 你看他今天不在 我們的形象也沒什麼問題 對不對 所以 揮答沒問題 揮答就跟我一樣 每超為就是哲哲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那如果 我們這樣來看的話 你覺得 因為 你的重點在於他剛才整個營收跟未來的出貨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怎麼去關注接下來台股當中你看好的 這個個股 我覺得就在這個目前揮答的這個 相對比較利空之下 其實 你先不要去看AI相關的股票 全值相關的股票 你去看一下有一些營收確定 甚至是逆勢創高的股票 我覺得第一個來講6187的萬潤 為什麼說呢 因為揮答目前大家質疑他是他的成長性 能不能繼續維持的話 這個翻倍長的這種 三位數的成長力道 大家是打上一個問號的 但是對於這種設備概念 台積電就是要扣廠 台積電就是要蓋那些廠 那他們的營收是不是比較穩固比較確立 當然是嘛 6187萬潤為什麼能夠在 8月份先抗跌 先領先走高 當時帶領很多設備股先上來 然後呢 被處置的期間 關錦幣 在創歷史新高 關錦幣 前一天大家嚇到 關錦幣的第一天也嚇到 可是 就一路往上走 對 今天剛好最後一天 萬潤為什麼我要提他 萬潤剛好今天是 處置的最後一天 下禮拜就正常交易 今天為什麼 拉上來 有這個所謂的壓寶買盤 那我覺得 就我們剛剛的這個邏輯 他的 營收 都是很扎實很確立的 跟著台積電走 至少在這個上面 然後呢 他又是貴買的股票 貴買就比較強嘛 所以618000萬潤 我覺得下禮拜還有創高的一個空間 哇 所以特別的留意 第二檔 第二檔 一樣 貴買的股票 也是 不畏大盤 你看這邊 8月份初期的時候震盪最多就頂多回到季線 然後呢 220也沒跌破 就拉上來 然後呢 穩步走高 就走他的路 因為8069元泰 他也沒有受到AI波及 他就是 持續在 電子紙市場 有沒有 繼續耕耘 繼續把他市占擴大 所以 近期量增走高 刷歷史新高 站穩三字頭 這檔股票我們是從100多塊 一路講到現在 所以 8069元泰我覺得下禮拜應該是還有空間再繼續創新高 好 那這個 逸神老師特別 請我們關注這個 貴買 然後也特別舉了兩檔股票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好謝謝這個逸神老師 逸神老師的LINE 小老鼠M168168 他外資出身 然後這個持續在參加這個懸鼓比賽 一直拿到冠軍 應該是拿上癮了啦 拿上癮了我就是冠軍 對我就是冠軍 我不拿冠軍我要幹嘛 誰拿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逸神老師 冠軍股其實也可以follow他的LINE 好不好 M168168 那當然我也想問一下我這個好朋友 這個基底老師 就揮答財報 這個 很多人我相信其實 這個搞不懂 但是剛才逸神老師解答完以後 那你自己覺得 就這個部分來講 揮答 是可以承接嗎 還是說 你覺得不要管這件事 重點是 他的財報的細節 我覺得現在就是在一個 類股輪動的過程當中 揮答不是不好 就像剛剛大家講的 他是資優生 他資優生他大家都覺得 你就應該是要考95分以上的 結果你現在只有考個94或者96分 大家覺得 就這樣子 所以大家對他的 過度的 看好他就覺得你應該就是這麼好的 反而造成之前因為 大家太過樂觀的期待造成股價漲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你會發現 盤面上其實揮答相關股票 其實也沒怎麼漲 我覺得現在就是在一個 類股輪動的過程當中 所以揮答不是不好 我覺得好的公司好的股票他遲早都會向上漲 現在只是籌碼的問題 等到籌碼 重墊了整理完畢之後 他還是會向上 所以我覺得要 就是你要佈局揮答相關股票或者是 你想佈局 台灣的比如說 相關的揮答供應鏈比如說鴻海啊 廣達啊 技嘉啊這一些呢 我覺得 慢慢買有跌就慢慢買就好了 因為他暫時不會那麼的 像過去那樣狂飆 因為 現在類股輪動到其他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 美股的部分 納斯達克指數表現是比較弱 倒窮股價指數是再創 歷史新高 你看這答案很明顯 所以現在資金正在從科技類股 轉到其他非科技的股票當中 了解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就是 因為 你就是有不同的時期 有不同的操作方法 該做AI的時候你就做AI 該做COAS 該做先進製程的時候 該做小股票的時候 你就要做小股票 所以現在行情還是非常好的 大家不要太悲觀 好 謝謝經典老師 該做什麼福利社告訴大家 所以要持續 Follow我們福利社 好不好 好 那 接下來我們進入 熱門我最貼 那我們先請這個 易晨老師跟我們分享兩檔 他值得討論的股票 好第一檔6153 這個加聯益 因為我們待會可能就要提到這個蘋果概念 那先給大家一個 這個其實大家的老朋友啦 蠻熟悉的這個6153加聯益 也是一個老牌的蘋蓋股 那我覺得 今天是亮真 而且是創下一個不斷新高 我覺得 在9月份開始這個換機潮 討論開始熱烈 這個題材開始熱烈之後 我覺得 6153加聯益有機會繼續走高 你會發現說他的股價 其實算整理很久了 對吧 再把他拉遠一點 他其實算整理很久了 這邊才剛剛把這個所謂的季線 以及月線的趨勢再重新帶上來 我覺得 6153加聯益 這些PCB載板軟板相關的 下禮拜也是有機會開始動的 那第二檔在這個3149的政達 那政達在跟這個面板 面板相關的材料是有關係的 那我覺得 也是一樣 就說目前你AI 你沒有行情揮答在不動之下 你就往平蓋股看 往這個 面板往車用去看 我覺得613149這個政達 其實股價 已經表態了 所以這邊回到 一個準備要黃金交叉 再往上勾的一個 情況我覺得政達算蠻強的 所以一樣 跟面板相關的跟車用有關的 其實 目前來講的話都是一個樂觀的情況 這個政達的股價的走勢真的很漂亮 你看價漲量增然後 穩步攻堅 所以大家也可以再留意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 玉華老師有威科 跟森陽半導體 好這兩檔股票基本上都是台積電先進封裝相關的設備股 那為什麼推薦這個族群 因為我上禮拜來也是推薦那個族群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其實上禮拜我跟各位推薦的5143的均豪 現在已經衝出去了 現在股價再創立也新高 那我今天沒有跟各位推薦 因為了解我 我就知道我不建議各位用追股票方式去買 反而可以去注意一下機期相對低的股票 那第一檔有威科 為什麼會特別推薦這個族群 因為 下禮拜剛好有 半導體相關的展覽 那目前看起來就是有台積電領軍跟日月光 然後可能會相關的先進封裝的技術 包含COVAS 包含面板級散出型封裝 包含CPU矽光子 整個就是這一次展覽的最主要的等等的議題 所以我認為相關的技術跟題材 下禮拜會慢慢會再持續的做發酵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剛才也說過 你以技術面的角度 幫我切十日線好了 因為我大家知道 我會建議各位 這個時候去找股票的線型很簡單 找近期如果說有創過一次新高的股票 就跟上禮拜我跟各位推薦均好 大家可以回去看 好創過一次新高 然後這幾天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其實今天這些相關的概念股表現 都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包含COVAS 包含面板級散出型封裝 包含矽光子 今天的 壓力相對是比較重的 可是我反而建議各位利用比較重的過程當中 今天拉回的過程當中 如果說他的股價剛好有回到十日線 就是一個短線上很好的切入點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有威科 今天不是跌很慘嗎 也不算很慘 也算跌蠻重的 剛好目前打到十日線 那有威科主要產品是 水平式電章的十顆設備 這個設備 已經打入 主要是用來做面板級散出型封裝等等 你去看他營收 其實他第二季的營收 第二季的EPS1.74元已經順利的轉虧為盈 那整個營收的占比大概60%到70% 都是 設備相關的 所以第一個他有設備相關的題材 第二個剛好技術面有拉回 第三個其實他第二季的EPS已經順利轉虧為盈了 所以題材是很豐富 反而趁著這個拉回時間可以去做留意 所以有威科大家可以先注意 這是第一檔股票 那第二檔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檔股票 那個8028的生洋辦 主要再生金源 那一樣先看線型好了 目前是這幾天也相對弱勢 也是來到時日線 可是前幾天有創過一個歷史新高 我之前也跟各位分享過 從技術面的角度 如果只要 近期有創高 代表都近期強勢的股票 然後你創高我們不追 你等他拉回回時日線 所以技術面剛好回到這個地方 時日線可以做佈局 這第一個 第二個其實 那個生洋辦的大股東 大家知道是誰嗎 是君豪 君豪就是自己的強勢股 所以他其實也傳出了 現在傳出說他可能會攜手他的大股工 君豪 投入相關的COAX先進封裝設備的去做研發 所以這個題材想像空間非常大 所以反而趁著這個時間點 機器相對低 股票剛好在整理的時候 下禮拜找機會進場去做佈局 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以上給大家做參考 好現在這個會長得好像 彼此之間都有親戚關係 都有關係 好接下來我們請這個基廷老師 分享一下 性景跟波羅威 其實最近是流行組聯盟 因為台積電也要組聯盟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分享 真的台積電組一個CPU聯盟 對不對 好 再來其實我比較習慣就是投資股票 我喜歡買在利多公佈之前 比如說在生計展之前 你要在生計展前一定要買 你不要買到生計展當下 或者生計展之後 你千萬不要買 好不好 然後 所以你看一下下禮拜要公佈什麼 應該是下下禮拜 下下禮拜有什麼 9月10號 蘋果要發表新機 那蘋果發表新機的話 現在大家一定都看蘋果 相關的概念股對不對 我告訴大家除了蘋果之外 大家還可以留意非憑陣營 為什麼 因為很多非憑陣營啊 比如說像華為去年 他就是搶在蘋果的新機發表會前一天 他就給你公佈他新機 所以呢 現在蘋果9月10號如果要發佈新機的話 我認為 9月 就是9月9號 或者在之前 華為可能會發佈新機 那現在大家最關注華為是什麼 3折手機 3折喔 3折喔 現在已經不是2折了 打3折股價不要打 打3折說不定也是好的進場機會 還不錯 好那3折手機的話 大概就對 遮疊機會有想像空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3548的照例 哇 一根直接給他漲停板 給他漲起來 那漲停板買不到怎麼辦 那 再加上有些人覺得 這漲停板買不到 我當然覺得 你可以去找相同的 類似的族群 就是杏警 杏警其實我們在福利社長 講很多次 而且他相對比較便宜 比較少人知道 他也是做軸承的相關股票 而且他的 基本面非常好 他去年賺了5.12塊 獲利年增 比去年年增是70% 增加7成 所以基本面非常的好 那我們看到他股價部分 就在110塊 橫著走 橫著走跟螃蟹一樣 都沒有什麼跌 但是你如果拉長一點看的話 他其實已經有點 V型反轉的味道 拉長一點點看一下 有沒有 他從那波股災 持續往下跌下來 已經有一個V轉的態勢 然後現在就是在震盪 震盪整理期 準備要攻高 所以我覺得 下禮拜在 利多公佈之前 他如果能突破115塊 那就代表說 短線的多頭動能 他已經突破這個區間了 短線的多頭動能 是非常的強勁 那個時候 就有機會挑戰歷史新高 大概120塊左右 那時候就有機會 就持續向上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再來第二個 我們剛剛不是說 要組聯盟 對不對 而且 後續除了蘋果要發佈新機之外 9月4號不是要半導體展 那在半導體展之前呢 你會發現 台積電最重視的什麼 第一個就是COVAS 第二個就是 矽光子CPO 因為以後呢 那個 金元代工 他已經不走 就是不走電了 他走光速 他走光速的話速度會更快 所以這就是矽光子CPO 那在這一塊的部分呢 台積電主了一個聯盟 那其中有一個聯盟成員 就叫做 波若薇 波若薇的部分呢 他是全台灣最大的光纖代工廠 那他其實也受惠美國的基礎建設 所以他基本面也非常好 那我們一樣 把那個 時間拉長一點 股價拉長一點 你看 他也是一個V轉型 你的手為什麼要這樣 我就要請他拉長有沒有 拉長 你剛好在講波若薇 好對不起 公主請接招 對不起沒人懂是不是 沒有懂抱歉 好那這是V轉向上嘛對不對 你看一下V轉 那所以呢你看一下這幾天台股不論怎麼跌 他都是穩穩的不斷的向上 墊高 所以我覺得 後續呢只要他 都在這附近震盪 如果他能突破 就是下禮拜能突破今天的高點的話 我認為他就有機會挑戰前Pro高點 所以我覺得這檔股票 還是蠻值得大家 留意的 好CPO的一個議題應該也會是 下個禮拜大家關注的重點 然後好那以上的這個個股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大家這個也可以 Follow一下GD老師的Line 小老鼠GD1788 好 那再來是這個進入我們下一個單元 對不對 股市田田圈 焦點股 幫你圈 好當然我們請這個玉華老師 因為今天MACI大甩尾 那我們請這個玉華老師來 討論一下 你覺得 iPhone16會不會是救世主 因為輝達 現在駕崩了 不是 價格崩壞了 駕崩嘛 其實我輝達剛不是各位說沒有那麼慘 因為市場上的關注焦點在其他地方 所以輝達我是覺得就整體時間會拉長 但是不至於 還那麼慘 因為畢竟如果大家有印象 其實上一次台積電法說也說過 整個AI大趨勢 它的年負的成長率還是高達50% 然後至少會成長到2028年 台積電敢這樣講 其實台積電接誰的單 第一個蘋果 所以你要跟他講蘋果 第二個 輝達其實也是台積電客戶 所以短線上其實大家也不用輝達看這個悲觀 只是你的市場上的資金 是有點稍微觀望 所以可能 不管是台灣的一些大型的全資股 或者是美國那些比較偏大型的全資股 我們稍微還是多點耐心 好多點耐心去做觀望 那我們回到開股的部分 iPhone16 因為最近的蘋概股還蠻強 輝達衰退之後 放蘋果衝起來 剛才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蘋果每年就這個時間點要發表新機 一年發表一次 但我先 先講一下話好不好 沒有人會把iPhone的i用成大寫的 好不好 沒有 上面的標題都把它用成大寫 真的耶 對 沒有人會這樣寫的 對不對 三寨版 三寨版 好了 我們這個玉華老師接下來要講的不是 三寨版 我們來講 蘋果的秋季發表會 有什麼樣的重點 帶我們看一下 好 這一次蘋果秋季發表會 就是將於台灣時間9月10號凌晨舉行 市場預期將發表 iPhone16等還有一些相關的產品 其實已經有零組件的供應商透露 蘋果對iPhone系列新機的零組件訂單 甚至超過9000萬支 比去年約8000萬支都是10% 你說這個是零組件供應商已經在透露出來 對因為你9月要上市接下來預購 其實一些相關的供應鏈包含 可能做鏡頭的 其實這個時間點其實拉貨槽都會在這個時間 都已經反映 鏡頭組裝紅海 玉金光大月光等等的 都會在這時間先拉貨 所以業界其實都已經傳出來一些消息 加上其實最主要這一次大家比較熱鬧 是因為蘋果手機接下來可能搭載AI相關的功能 我發現重點應該會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這個關鍵 所以造成說接下來 因為現在 你如果說假設拿舊的 你要iPhone15 Pro 才有支援AI的功能 如果沒有不是iPhone15 Pro 可能是沒辦法 所以接下來的關鍵是 到底哪一代的哪一些手機 可以支援相關AI功能 然後這AI功能到底 因為前陣台傳說有可能要收費 是否要收費等等的一些 這一招很狠 反正就是很多相關 這個我反而覺得是9月10號的關鍵 重點是如果這個東西 講出來滿意 加上其實蘋果手機大家知道 一支手機 蘋果稍微用比較久一點 我剛剛估計一支用三四年 左右換一支 所以如果這些 比一下 如果這些東西講出來好的話 基本上今年的換基礎是大家可以期待 甚至還有人 Google 可能會出過超過1億 1億支 現在是9千萬 有可能到1億 那就比 如果真的能夠到1億的話 那比大家原本預估又更好 又更好 因為目前現在多出大概10% 如果到1億的話 可能大概接近20%到25% 對 那我們來看一看前後代的 iPhone稍微比較一下 有什麼差別 iPhone16處理器是A18 台積電最新3奈米製程的 處理器 iPhone15是A165奈米 鏡頭部分是4800萬像素 其實這兩個是差不多的 AI其實不是說差不多 因為我稍微看了一下 還有很多細節 iPhone16的相機的 一些細節 包含深遠的一些光線 iPhone16其實是比iPhone15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不要單看 像素 對 其實很多細節的地方 iPhone16是比iPhone15好 這個玉環老師有研究 我稍微看了一下那個規格 AI功能其實是反而比較大家 現在最在意就這個地方 AI功能到底支援到什麼地方 然後會提供到什麼樣的服務 那重量稍微重一點點 重兩克 還好 基本上應該沒看感覺了 兩克靈魂的距離 這是什麼梗 沒接到 靈魂的距離 就是掛了以後才會有的差距 但是也有人說其實不是靈魂 是因為 你掛了以後你會稍微脫缸 一階些東西跑出來的重量 沒事 好 要講這個梗 又不深入研究 那售價部分 iPhone16預計大概 42400 然後iPhone15是 40400塊 但是這些 最終還是要 其實還好才多 多一點點 假設是這個價格 其實也沒有 多很多 對沒有多很多 那這個最終 但還是要等9月10號發表會的時候 才能知道 最後的確定 那包含其實顏色部分是大家每一次討論一次很期待的 因為顏色好看也會影響到購買的意外 絕對會 那目前傳出來iPhone16顏色有白色、黑色、藍色、綠色、粉紅色、紫色跟黃色 看看有沒有你喜歡 如果都沒有的話 我一定買黃色 最喜歡黃色 最喜歡黃色 如果都沒有請往隔壁看 隔壁還有很多顏色 玫瑰金 像玫瑰金我覺得這一次應該大家會喜歡 很美喔 對 白色太金屬 我特別喜歡像這種玫瑰色系 為什麼 因為我以前都看同齡眼長大 這個我知道 玫瑰同齡眼 那我們繼續 看下去 好不好 好 那概念股的部分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照道理應該是會帶動 好了你有問題先讓你問 好 老師9月10號就發佈了嗎 那有沒有可能那一天公佈之後就利多出盡 蘋果股就沒漲了 這個倒是有可能 因為其實現在的題材就這個樣子 好像每次都這樣 對 就是現在好像蠻像 但是說真的 他通常發佈會說跌下去 跌下去之後隔幾天說明又會漲起來 對可是你如果要做 剛好是趁現在這個時間點到9月10號大概還有10天的時間 對 短線上先搶一些利多 短線先賺再說 先賺的話 發佈當天我們先適時獲利了結一趟 把錢收回來 如果真的拉回的時候我們再進場 OK 這個整體操作策略會比較好 因為發佈之後跟他 到底什麼時候你能拿到手機 還有大家拿到手機以後的反應 像上次有一個人就說 買了以後很燙 很燙你就不要再買了 他又要再買一支 然後又證明真的還是很燙 沒有我就跟你說他說每次都覺得自己拿到機網 對啊 我為什麼看到 我們可以開個賭盤說他這次會買幾支 好啊 來壓 來壓一下 一神老師你覺得他會買幾支 三支 三支 來來Coco你覺得幾支 兩支 雞鼎 我也覺得大概兩支 現在就是兩支跟三支嗎 玉華老師 我猜三支 三支是不是 我也猜三支 哇 為什麼三支 因為他買了以後忘記他還有買一支 這有可能 好或是他可能會 Pro 那個什麼 Pro Max 他就喜歡的顏色就會買 對 他才是出那麼多顏色 對不對 因為這支顏色算是我覺得蠻豐富的 所以難怪他頭那麼大 怎麼說 冤大頭 來繼續我們看一下蘋果概念股 好所以相關的蘋果概念股可以發現 其實這兩天排面上相對比較強勢 就是一些蘋果概念股 包含3081的聯亞 今天是漲停 政達今天是漲停 台藥做CCO銅箔基板 今天是漲5% 反而玉金光做鏡頭 今天跌2.2% 那我反而會建議各位 可以漲 因為漲停的你現在是追 可能又有點晚了 往基期相對低的去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玉金光 玉金光 蘋蓋股應該大家都知道 跟大力光基本上都是 蘋果手機的鏡頭供應鏈 玉金光大概七八成的單都是 基本上他營收七八成就來自於蘋果 最主要就是蘋果的鏡頭 大力光大概六七成 所以以純度來說的話 玉金光更純 就是他營收的佔比比大力光還高 當然技術的話 大力光還是稍微好一點點 因為畢竟大力光那麼貴 相對我們往低價一點點 來看一下玉金光 剛好昨天還不錯 一根長紅杯 長紅K棒去突破季線 今天回到季線之後稍微有一點壓力 我反而覺得說這個時間點 如果對於平蓋股有興趣 然後資金又夠 玉金光其實可以率先做考慮 還不錯 因為他這條季線目前也是上揚 剛好趁著今天有一點稍微有些 反而短線上 因為線型多給一點點好了 你會發現其他基期相對低 對 基期相對的低 所以反而這種基期相對低的股票 今天稍微拉回 然後又回到季線附近的話 我反而覺得大家可以做留意 玉金光的部分 今天好像在等一個人 等一個人 一個人的 咖啡 對 好沒有我只是想說 漲多了等一下 對啊我反而覺得就是 所以有時候如果對鏡頭有興趣 他的營收佔比七八成又來自於蘋果 如果接下來我剛說過了 如果蘋果之後接下來 真的出貨現在預估可能9000萬支 如果之後到1億支 其實想像空間更大 出貨佔比越來越更高 OK 反而趁著基期低 這個時間點預金光大家可以做留意 好 是第一檔股票 那另外一檔 第二檔就是627是台藥 銅波基板 也是平蓋股 但是他 主要他提材蠻多 因為他多的東西很廣 包含用到低軌衛星 包含用到AI157 包含蘋果 因為他是做那個板子的基本 細節的銅波基板那塊板子 所以簡單來說 其實他作用的範圍很廣 當然如果以純度來說 老實說不會比預金光純 但是第一個他股價相對低 加上線型我剛才說過 其實他近期今天就是突破前面的平台整體區 加上他的季線 目前也是上揚的過程當中 而且如果你去看他營收 7月份營收已經創歷史新高 然後整個上半年的EPS 4.2塊已經贏過去年一整年 所以他基本面積非常好 雖然說純度沒有那麼純 不純 沒有那麼純 但是還是會有擦邊球會擦到 加上幾乎線也不擦 加上整個產業包起來 其實台藥 是非常機油的一間公司 所以台藥大家也是可以做注意的標的 6274的台藥 這是以上給大家做參考 好 當然台藥也是有機會 受惠這個蘋果 但如果說 消費性電子全面噴出的話 那對他更有利 更有利 因為他產品非常的廣泛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問一下玉環老師 今天因為盤後就是 8月30號 MSCI成分股生效 其實 之前我們就 福利社也跟大家講 就是說 你一公佈你就來買 他就會 讓你好好賺 而且幾乎 成功率是100% 是不是真的這段時間 表現相當好 的確是100% 其實福利社每一次這個MSCI 其中每月他25811都調整一次 其實前面幾次都 第一時間跟各位做分享 今天把各位做總結 總結之後再給各位一個結論 告訴各位下次要怎麼賺 這很重要 因為每一次都有 因為25811 所以下一次就11 你總要不要每一次過去的事情發生 下一次 11月份來的時候 總要賺一波 所以我先給各位一個總結 公佈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一次新增的成分股 就是這一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公佈到最高漲幅 這一段這一欄 全部都紅 我代表就是 之前福利社有跟各位分享 一公佈之後 趕快進場去做買 每一次都是賺錢 再往隔壁看 因為這一次14檔一樣 從每一次就是這一欄 每一次都賺錢 每一檔其實都賺 每一檔都賺 我要跟各位說 2月那一次也一樣 5月那一次所公佈出來新增成分股 也是一樣 所以這一欄全部都是紅的 所以講到這邊大家知道 11月份要怎麼做 對 11月份要注意 因為每一次25、8、11全部都會調整一次 好 如果你把它擺到今天好 公佈至今的漲幅 其實你看下來 其實整體的報酬率也不錯 當然勝率就沒有那麼高 可是至少從 這幾次看下來 至少都有7成到8成 就是今年下來 而且你其實看一下 如果真的 你這個再怎麼衰 買到這一檔股票 跌4% 你前面買到什麼 其實你把整張圖看下來 整張圖我們再多一點 不會只買 對你如果這麼衰子 你其他壓到其他基本上都可以cover這個 沒有 而且你在這當中其實 你如果持續關注我們福利社 我們也幾乎沒有談過 後面那幾檔股票 對 其實每個老師談的 你看比如說 剛才玉華老師講深洋半導體 也不是今天才講 是啊 說實在的 聯軍 像之前Eason老師有講 然後你說黃翔 紀廷老師也有談過 所以其實前面這些股票 你就可以搭配我們福利社的老師 他們提 剛好用MSCI 列入成分股 就可以這樣操作 對 其實基本上 大家只要記得 11月份 MSCI下一次調整的日期 要注意 記得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記得看福利社老師講什麼股票 對 基本上那個勝率我不敢說100% 99%一定有 好 這很重要 所以我現在只提醒 因為今天都結束了 所以你想要去卡這些有 老師說 下次就等11月 所以我只提醒各位 從今年到 2月 5月 8月 到現在 就是這一次 這三次下來 這一條 全部都是上漲 所以公佈到最高漲幅 全部都賺 後面當然勝率沒有到100% 可是至少7成到8成 如果你再配合 看一下我們福利社 相關的一些資料 老師所推薦的股票去做 那基本上我覺得勝率99%沒問題 以上給大家做參考 好 謝謝育華老師 那 這個育華老師 的LINE 小老鼠 RICH 948 那他這個 到時候我相信 也會提醒大家 11月中 MSCI公佈 成分股 第一時間 也會跟大家分享 那當然你只要持續關注 我們的這個福利社 對不對 那你就會 就不會錯過了嘛 不會錯過 就不會錯過 你把這件事情 記下來 我們在 今年年初不是 有給大家那個 桌上那個行事力嗎 發財力 發財力 還記得吧 記得 還是已經 拿包油條了 繼續有 那你就在上面把那個日期先 助記起來 對不對 就搞定了 是不是 好 那最後 也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一年的製作費是上千萬的 所以也請大家 可以多多的支持我們 可以按讚旁邊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點一下 那當然金額 不重要 重點是大家的心意 因為讓團隊大家會覺得 努力 是值得的 對不對 好不好 OK 那記得 每週一到週五 晚間8點上線 135解盤 24教學 來最後再喊一下口號啦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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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局大力 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凱老師 唱歌 然後是歌神 賣著情 賣著跳 交易之前 要開歷17 OK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大家 二月一周 狂大虎 閃現 開始想打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的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財富自由 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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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打 感覺好像低著我 最高沙地的經驗真的痛 黑暗季 我確實貌一動 我好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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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錯吧 右邊是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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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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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我愛你 谢谢大家